捷径文化 捷径文化 他所出版的一本书叫做 来一碗人生酸辣汤 二宝地方妈妈的金钱亲子夫妻关系料理学 今天呢来我们节目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安安 王云安 你好 赵婷姐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又来了 安安对不对 云马那个字 对对对这个字一个金字编一个安全的安 对这个认识安安就是上一本书 我是一位少奶奶 一位少奶奶 今天没有穿T恤来啊 这一次没有做制服啊 其实我这是做一个很棒的东西 就是做一个包包 但是那个包包造价高啊 因为现在日本不是很流行 就是环保袋帆布包吗 我少在家厂商 然后那厂商就是被我掳了很久 他愿意把我的书印上去那个袋子上面 所以我这一次 一个包包多少999 799 这个价格保密 1399 不是卖的我是要送给读者的 价格保密 对对价格保密 所以其实那是我的心意 我知道因为我之前有帮那个就是做 也是一个动物救援团体 他们也做这种包 超贵 它成本很少也很贵 对因为量很少人家爱做不做 然后他就一直跟他讲说 我是爱护动物啊 然后那个包真的很棒 成本好像就好几百 对其实这种包包都不太便宜 尤其是如果要特就客制化 然后量又少 不是几百几千个 其实那都是变成 就是像我是作者的心意这样 所以其实这一次我虽然没有做自己的打书符 可是其实我用包包 其实安安呢 就是之前出了这本书 我是一位少奶奶 二宝地方妈妈的战胜乳癌日记 我们之前就讲过 就是说他在生第二个孩子 孩子才四个月的时候 对 他在一个反正你就是那种高科技公司嘛 电脑公司 呃那个半导体 对半导体 所以没有哺乳室嘛 对我就在厕所挤奶 因为你知道宅男嘛 宅男也不太那种 因为都是男生比较多 真的全公司就我一个女生 人在厕所挤奶 还没有地方放奶瓶 对最好用手 没有办法放那种吸奶的 对所以只能用手 摸到发现是一个三阴性的乳癌 是 那三阴性的乳癌 它其实是比较难治愈的 它就是乳癌界的三高 高复发 高死亡 跟高转移率 就是人家听到三阴性这三个字啊 后面通常医生会说 哦这最棘手哦 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麻烦 比较算比较不lucky的一种癌种 然后那时候是刚生完小孩 就得到这个病 所以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比如说她是很年轻就生孩子 而且是第二胎 又自己哺乳 好冤枉啊 一切都是人家讲说 有乳癌的高危险群 像我这种 就是怎么样 就是年纪很高才结婚 没有自己哺乳 没有生小孩等等 女强人也是哦 是不是 刚收入分子 女强人也是乳癌高危险群 就像赵婷姐这样 就很危险 我是还好没有高收入啦 但是你知道有另外一类说法 是说得乳癌的人 我是说另外一类的说法 是说感情压抑的人 这种说法 或者是说什么情感不顺利的人 可是我觉得你感情蛮顺利的啊 可是我其实 其实在酸辣汤这本书里面 就有披露说 好像蛮多人觉得很妙 你是不是天生很乐观 所以你遇到癌症这种事情 还笑得出来 别人应该就是抱头痛哭 哭一年 你怎么这一年 边治疗还边那么开心 可是其实酸辣汤这本书就有提到 我并不是一路顺遂的小朋友 甚至我从小就没看过爸爸 我是一个担心家庭的小孩 担心就算了还负债 听起来有没有很悲哉 所以其实这种过程当中 我其实有压抑的个性 对 可是我很习惯是当下不要去释放我的任何情绪 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候对我老公发脾气啊 我都要谢谢他 因为我想说就是因为可以发出来 让他让我不会觉得我可能会得乳癌 很重要 因为我虽然是高危险群 因为我阿姨是乳癌去世 我妈妈也是乳癌的患者 所以我真的超害怕的 所以我就不压抑感情 当我在骂小孩骂先生的时候 除了帮他们消业障之外 还干得好 好来一碗人生酸辣糖 刚刚讲到了这个安安要讲到他成长的过程 其实我之前还访问过你 然后后来那个人间福报 还有佛光山的这个师傅 有一些比丘 师傅们他非常喜欢说 你可以赶快投稿 对啊好荣幸哦 所以你的稿子也在人间福报有刊登吗 就是很励志很感动 连这个出家的这个师傅们都会感动到 那可是那个时候 你出了第一本书 我就有点不可思议 我觉得说 哎拜托你已经生病了 你先生居然还叫你先工作吧 房贷还完才辞掉工作 我真的很生气 后来看了这本书 我觉得真的什么人跟什么人配在一起 真的 就还蛮多人有这个就是疑惑 想说哎奇怪 就是你们平常在一起 感觉好像就是某一边 好像一边大一边小这样 然后你为什么要委屈求全 对你现在会被人家念 出了那本书会有人念他 哎其实不会耶 没有吗 我觉得就是满多人会说歪锅配歪干 不是 不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我很感谢有我先生这个角色出现 因为假设不是他也许我不会结婚 我可能就会一直谈恋爱 因为是他我才愿意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的家庭就是 原生家庭 他的婚姻状况是破碎的 所以就是你两岁的时候爸妈离婚 零岁的时候 其实我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在谈离婚了 就在谈离婚 然后爸爸是飞行员吗 对他是飞行员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女朋友 然后也对家里就是没有照顾家庭就对了 对听说是这样 而且就是爸爸的部分 因为他算是蛮少年得志 然后在那个年代 就是飞行员 那不得了 即便是在现在的状况 其实也是还蛮值得 所以你妈应该很漂亮 因为飞行员一定都是娶美女 对没有错 然后我是超不像妈妈 我就想说为什么 老天爷那么不公平 因为我妈妈是 她说她以前就是 林青霞啊 就是那个年代 他们走在就是台北的街头啊 我妈以前还是那个化妆品专柜的小姐 她很漂亮 她是会被人家问说 有没有兴趣去发展 对 我就觉得她的那个外貌啊 是真的很容易骗人 所以你妈也是为了你 她的人生其实有点改变 当然也是跟你父亲有关 可是说如果没有你 她也许他们分开之后 她可能有另外的发展 其实 但她并没有这样做 她还是抚养了你 其实即便有我 她还是很多人追 我小时候印象中就很多 那怎么会牵那么多卡债 对啊很妙 因为 因为很妙 因为其实我妈妈 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认分的人 然后她是一个非常死脑筋的人 她虽然跟我爸爸的婚姻破裂 可是她也并没有想要跟别人重新开始 她感觉好像是这个人就是输给爱情之后 她就在原地 她没有办法走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后来很多追她的人 其实有些条件也不错 我印象中小时候 就有一些叔叔会送我一些进口玩具 但是都不持久 因为我妈很快就拒绝人家 所以这玩具只能收一次 但是因为妈妈就是会觉得说 她带的是女儿 如果她今天带的是儿子 她可能还不会顾虑这么多 真的吗 对她会怕女儿受到伤害 因为毕竟小时候啊 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可能三十几年前 离婚的人 尤其是在台面上 其实毕竟少数 很多人会委屈求全 就譬如说感情不好 为了小孩先不要动 可是我妈妈就是因为离婚了嘛 爸爸也不回家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她其实很怕 她一个人带着女儿 然后这个女儿又受到什么伤害 她可能会更加的 所以你妈妈真的是很有爱耶 我妈妈对小朋友这一块 她是非常有爱 可是我后来长大之后 回头去看妈妈的一些爱 我觉得好像有点爱过头 所以我在书里面的篇幅 也有讲到 当我生了下一代 我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都很会塞那 你知道这种最讨长被欢心了 这种女儿就是 妈妈就是把她所有的溺爱 从我的身上转嫁到 下一代身上 而且是加倍的 可是像什么事情呢 就譬如说 我会叫小朋友喝水 然后妈妈就说 哎 喝什么水 那个婆婆又养乐多 然后她就拿出来 然后又到宝这样 我曾经还听我妈 跟我女儿讲过说 我从来都不打小孩的 我觉得我就有好多条线 不止三条线 我妈从小 她说她不打小孩 她从小打我打到大 拿拖鞋 拿衣件 然后我妈是老师 她老师很凶 后来又教了那个男 就是她本来是 两样女中的老师 后来教大安国中 当时是男校 打得很凶的 对啊 那老师很严格 但老师的小孩很辛苦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隔代 还是不太一样 真的 那所以你刚刚讲说 其实从小开始 其实你并不是家境小康 可是你还是希望大家 因为那时候你不懂嘛 对不对 所以妈妈就是去上班 然后你就是自己在家里玩 甚至还要留在学校 因为单亲家庭的小孩 都要留在 要被辅导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是在中立龙岗 其实因为我妈是在营区上班嘛 然后在那附近就有很多眷村啊 然后我就在就是眷村附近的一个国小上学 然后其实因为大家想一下就是在那个时候 真的很久以前 那小学生里面 家庭如果是单亲家庭的数量其实不多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他离婚 他不会讲离婚 他不会他们不知道离婚 就是说他没有爸爸 就是你知道那种很狗血 而且在那种氛围又是被欺负 对你一定会遇到 可是你就会想说 这有什么 可是当下就是小朋友真的会觉得 为什么我是一个异类的感觉 连老师都要把我留下来 把我们这群人留下来辅导 因为怕以后你们应该会做坏事 他预防你就是以后会走歪路 所以他要把这群单亲的小朋友留下来 所以其实安安并不像他外表看的那么乐观 他的人生其实前面还蛮坎坷的啦 小时候 我想说 但是你们觉得是长大之后 才会觉得说小时候说 可是小时候那时候也习惯了 就也不觉得怎么样 其实小时候 我会一直想要脱离当时的环境 因为我其实 即便是现在 我其实长大之后 我对我的住家 就是非常非常像我一个温暖的家的感觉 我回家的时候 我会希望把灯都打开 我老公就会说 你好浪费电 走廊没有经过要关起来 可是他不懂的是 我觉得回家之后 是有温暖的灯光 这种感觉是很有安全感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像很多人也是不认同 觉得你的浪费电 可是在我小时候 我是住在眷村里面 可是这种眷村是那种公寓型的 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讲讲 就是小时候的一些生活 其实会影响到 这个 长大之后 但是这本来一碗人生酸辣汤 虽然是酸辣汤 其实还是好喝的 好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买书哦 来一本人生酸辣汤 这个真的要推荐 因为你知道吗 王云安现在就是 变成专职的妈妈 当然她有做一些 网路上面的生意 是 可是要支持她 她可以才有继续有书 我们才会看到你 我们要约一下啦 你住台中吗 对我住台中 我住沙路 我可以约一下 你知道今年中国航尾牙 我抽到一个台中不知道什么极品饭店 一夜一万的那种 真的吗 是那个 对万圈 对万圈里面那个吗 不是 我忘了 我觉得我要去台中 来台中找我 找你一下 我可以当地头蛇招待 不用招待啦 但我去玩就可以 好来讲一下 来一碗人生酸辣汤 刚刚讲到王云安 他35岁的时候呢 在半导体的这个外商公司 担任12年的制程工程师 在11年请完产假之后 发现自己罹患了三阴性的乳癌 说实在话啦 你看起来不像35岁 真的吗 我现在38了呢 半导体外商公司制程工程师 哇那年薪都是算几百几百起跳的耶 对 如果你飞到那个 因为你有写嘛 从到Fremont嘛 到Saint-Hoseley那边 起码12万美金起跳啦 一个月最少有1万 但有税很多就对了啦 加州税很多 在美国的税实在太重了 所以还是领台湾薪水 比较开心一点 所以晴天霹雳 但是你人生也过了 我们刚刚讲到年轻的时候 妈妈就是跟爸爸分开了 妈妈独自抚养你 对带我一个 所以听说你那个时候很困境 甚至有外省的眷村伯伯说 啊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 这个我的房子就让给你们住好了 是这样吗 其实那伯伯真的是我觉得 眷村伯伯就是有还蛮多人 还蛮好 因为其实他们都会配给眷村 不知道能不能讲 不过他们会在外面自己买房子 对对对 因为其实他们的收入有一些就还不错 其实不用怕怎么讲 反正他们已经被污名化了 哦真的吗 对啊你不觉得这几年吗 但是因为伯伯们的房子有些是那种就是五层楼的公寓 他们也爬不上去 对他们其实住起来不方便 他们都会在外面买平房 然后所以他们就用很便宜的价格 我记得当时是一个月一千五还两千块 租给你们 对租给我们 租就租个十年哦 都没有调过租金 其实就变成说是变相帮助 其实他们也会想说 啊这个妈妈带着孩子也辛苦嘛 对啊 其实在那个年代啊 就是让个人的一点点的善意 就会对我们这种孤儿夸母 其实说实在 那个年代谁不苦 我常常听人家说我小时候怎样 后来想想 其实我妈也是在想说 我们小时候也怎样怎样 就大家都苦过来的嘛 那所以你住在那边其实是蛮恐怖的 很恐怖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那个眷村有时候盖的地点 不是说这么好 对 就像我们那个眷村 它叫雌光石村 它旁边就是梦阿波 而且是乱葬钢型的 是无主的 那它那个山坡就是非常大片都是 所以其实我小时候放学 然后上学都毕竟没那么薄 然后那种感觉是非常可怕的 我小时候常常就是半夜都会做噩梦 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喜欢点灯 对我喜欢把灯开很亮 那妈妈那时候在哪里上班 妈妈就是在那个 就是军方的储蓄部当雇员 就约聘的雇员这样 因为其实 所以待遇也不高 对 就是死薪水 但她没有去再转到化妆品销售 因为她之前是化妆品销售 没有我觉得啊 不知道是妈妈就是星座的问题 就是天蝎座是非常非常 就是感爱感恨性的 她的爱这一部分结束之后 她人生只是要恨 所以我妈妈就变成好像她蛮封闭自己的 她只愿意就是在很安全的地方 然后很有手机感 对有一点 她不愿意走出去外面 那其实以她原本的学历 或是以她原本的工作能力 她是可以自己出去做 比如说像以前她以前做业务工作或什么 可是她变得完全封闭 她只愿意在非常单一的地方 做行政文书 可是我当时还很小 只会觉得说 就是妈妈每天都有就是回家 喂我吃饭什么 带我去睡觉就好了 可是我长大后之后 我发现那一段时间 她其实应该有蛮严重的心理上面的 自我封闭 对 可是我那时候还小 我帮不了她 那就是到后来就是 为什么她后来就是会有卡债的出现 因为虽然当雇员嘛 生活是辛苦的 还是不够用是不是 还是不够用 而且不够用的就是体现在她养小孩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其实在爸爸是飞行员 然后妈妈那时候自己开了饭店 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有余裕生活的 如果不是因为离婚或是两个人就是各自分开 然后乱搞之外 那其实妈妈从就是她自己做生意到变成一个约聘的雇员 这样子的薪水落差是很大的 可是她的消费并没有跟着降下来 这个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游奢反减难 对 她就是习惯她吃的用的 或是她 我刚刚讲过她对小孩非常厉害 她会买进口水果给我吃 小朋友在吃 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是有的吃就吃 可是进口水果当然就是贵 那以她的收入是支撑不起这样子的消费 长期以往下她就开始标会 那时候不是很流行 那标会标一标 会头付不出钱来了 就一会养会 对然后一会养会 现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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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卡等等等等 那到我高二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我们家负债这么多 我那时候吓坏了 因为我就是正要考大学的一个考生 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 我能不能再继续念书 因为这个是一个对一个学生 而且还是成绩不错的学生来讲 是一件很恐慌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以前 偶尔会去妈妈的公司探班 就是会等她一起下班 那时候也会有她的同事啊 长辈开玩笑说 哎干嘛念大学啊 那就找谁嫁一嫁就好了 妈妈都会很生气 她觉得我栽培女儿 不是为了让她随便结婚 可是我那个时候当下 我真的觉得我的未来好像要完了 就会觉得哇 我怎么我们家欠那么多 我还能念书吗 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对但是呢 你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 而且你后来也念了研究所 待会我们来谈谈 也要谢谢你阿姨 对 那你30岁之前 把所有的债务都还完了 对我觉得这是有 超厉害的 而且还买了房子 等等我先 我先要知道 你妈妈负债大概多少钱 呃大概我 我还的部分大概是600万 她有债务协商 协商完之后是600万 所以协商起来蛮可怕的 但是她没有欠那么多 其实就是利滚利 所以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说如果你真的有欠一些债 或者是信用卡的利息 也许有些人说我只是100万 我循环利息之后变400 那我没办法还或等等 就请去跟银行协商 你跟他说我真的有想要还 那你可以帮我减到多少 那可能就是以后从你的薪水 每个月扣三分之一等等 那千万不要就说 啊就失踪的不弄了 对 她处理一下蛮好的 还是有机会可以还完的 是好休息一下了 马上回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今天邀请到安安王云安 介绍这一本 来一碗人生酸辣糖 她谈到了 跟妈妈 还有跟亲子夫妻金钱的相处 我觉得你这里头有一本 有一段写得很好 然后也提醒了我 也提醒了妈妈 对不对 你说 人在痛苦的时候心态可以鸵鸟一下 渡过难关之后 还是要像比自己优秀的人看齐 留在同温层 虽然舒服 但很容易一层一层往下沉沦而不自知 对这一段是我 这一段我真的超喜欢的 鸡皮疙瘩起来 因为那真的是我就是 短短三十几年的人生经验 人生短短几个球 你看 小确幸是不错 但是同温层放太太久 真的会一层一层往下沉沦 因为大家已经往上走了 没错 而且其实 这件事情会让你不自觉的 就是被蚕食鸡吞掉 一年一年过去 然后你回过头来发现 为什么别人都过得比你好 然后就是更糟糕的是 就是有的人会开始 就是怨天游人 开始变得性格扭曲 因为我看过太多这样子的 就是大人了 所以我一直很怕自己变成这样的人 不过我已经中年了 佛家说法一切都是空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适合给年轻人奋斗的啦 像我们就是觉得说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 怎么样过也是一碗饭嘛 对不对 进口的水果也是水果 台湾水果更甜 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这句真的写得很棒 就是一定要自己的努力很重要 那刚刚讲到说妈妈后来欠到六百万 你三十岁之前把他还完 还买了房子 对而且我还付了房子的头期款 跟装滑的费用 等一下我们先停留在高二阶段 后来你就考上大学 对我考上大学 然后是在外限制在台中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从桃园就离开家里 然后我在台中念书的时候 还要负担我的住宿费 因为大一是可以抽宿舍 可是大二之后因为宿舍有限 你可能就要去外面找都抽不到 我那时候压根就没有想到我会抽到 因为本人的抽签运一向很糟糕 上天要帮你 可是就没有欸 真的没帮我 所以我在就是大一下学期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外面找房子 然后我那时候就就是想办法要找 可是我这个人呢 那学备自己付吗 我用就学贷款 所以其实我这边也要勉励很多年轻人 说真的以我当时的那个现况 蛮多人 尤其是譬如说妈妈的同事啊 朋友都会说 欸你女儿这样还要就学贷款吗 就是你们已经在背债 你还要在背债念书 那你还不完的债 可是我当时啊 都已经从小学背到高中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当然要背啊 是我们会这样想吗 我一定会这样想啊 就是你至少做完这件事情 你以后才有可能下一步 可是很多人当下 其实我那时候坐在乡下 很多人会觉得 欸我们这边很多人18岁就结婚 怎么不要去考武专考什么 你20岁就可以毕业 你就可以工作 你还要做研究所的梦 大家会觉得这种是有条件的人 才有办法做选择 所以你大学就有打工吗 有我打工 那时候是在那个补习班 当客服老师 客服老师其实工作很杂 就是打杂的 就是连拖地啊 扫地班啊 但你功课好 后来考上研究所之后 大学毕业就考上研究所 打工打得更凶 不是要考的时候 其实要报名费 你阿姨就帮了一些忙 其实我能够长到那么大 其实最重要的人 是感谢阿姨 阿姨们还是阿姨 阿姨们 因为其实我外婆 生了八个小朋友 她生很多 然后可是 有舅舅阿姨 可是你知道姐妹们 总是比较亲 然后我的阿姨 其实都对我很好 有的人是物质上的 还有的人是情感上的 可是毕竟没有住在一起 所以变成说 就是在这种重要时刻 像我三阿姨跟小阿姨 这两个阿姨就在物质上面 帮我非常非常多 也是她们在 譬如说我可能就是 就学犹豫啊 别人打枪我啊 别人泼冷水的时候 也是她们力排重力 所以有贵人 对你一定要这么做 否则你没有翻身的机会 好一个小女生 研究所毕业 还好你学的这个科系很棒 制成工程师啊 对我非常不喜欢理科 我是为了就是以后好就业 才选这个科系 真的假的 制成工程师是做 我是化学所毕业的 所以其实我们是做 我们是做国外的机台引进 比如说我们的客户是台积电 联电等等 然后我们卖机台给他们 然后教他们怎么做经缘 怎么做程序 因为我对制成工程师不了解 但因为我配了很多广告跟简介 我比较配的就是说 这现在还有30秒 大楼经常关闭 毒气外泄 毒气外泄 请注意 请注意 然后什么凹槽 什么槽 什么化学 化学什么槽 什么什么外泄 或者是说呢 请保持整洁 等等 就是你知道 请疏散之类的 请疏散 然后我就常跟我那个客户讲嘛 客户就会配 我就说 最好这一段都不要听到我的声音 我在场内还是蛮常听到的 我就说 各位同仁请注意 各位同仁请注意 现在一楼化学凹槽外泄 对我很常听到这个 然后说 请镇定的前往避难场所避难 对我完全标准 就是这样 原来是你 我听了十几年 对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场合 那可是你这样一个小女生 你可以协商 然后每个月好像还四万多块 每个月还四万五千块 然后那时候自己有买车 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要求 是要在各个不同的园区跑 譬如说 我可能我在新竹工作 然后可能要跑台南 跑台中 可能要跑林口等等的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没有车很不方便 我那时候硬是咬牙买了台车 所以四万五千块的 就是银行费用 加上我的车 大概一万 还有我的房租 我的生活费 其实对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讲 这个是很拼的 有这么多钱吗 薪水 有耶 刚刚好可以让我cover过 各位亲爱的朋友 现在去考化学所 可能还有一点 理工科 理工科 其实那时候 就是听学长学姐 这样子我自己比较完之后 我觉得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历史 可是这种东西你知道 要赚钱比较有点辛苦一点 可是我的债务马上下个月就要来了 所以我一毕业我就要必须找到一个薪水很不错 所以我那时候蛮庆幸自己有办法上理工科 所以一年还一个月还四万多 如果这样换 那一年大家还50到60万 嗯其实实际上还有超过 因为家里电器坏掉也是我在cover 对没有 我是说贷款50到60万 你30岁以前就还完了 对 所以你大概五年就还完了 差不多花了六年多 六年 对 还了大概四百多万 差不多 可是因为中途还有一些其他的杂志 比如说 呃就是这一笔银行协商的钱到 可是下一笔没有协商成功 然后我还是得cover 因为我也在扣款 妈妈也在扣款 嗯 对啊 所以变成说我在呃刚毕业的时候 有一阵子 其实我们同事都不知道 可是我是没办法办信用卡的 嗯 可是像我们要常出国出台的 你没有信用卡 也很麻烦 所以妈妈应该觉得生你这个女儿是很骄傲的 哦 休息一下了 马上回来 其实呢 这个呃电脑制程工程师的收入很高 嗯 可是安安也 我觉得他除了生病之外 他也是为了孩子 现在就是有点类似回归家庭 搞不好他下一次来就问说 哎 赵宁姐 我也回去上班了 你必定 哈哈 哈哈 这世事难料啊 是是 那这本书叫做来一碗人生酸辣糖 刚听到他这样子一个求学的过程 你会觉得 在每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当中 我们都有很多的选择 嗯 有些选择 其实我有认识几个年轻朋友 他们大概就是国中毕业 就辍学了 然后当然他们是选美容 或者是餐饮 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家人的支持不支持 对 家人并不是说不支持 只是说 呃 家人他除了要 每个月有追的房贷之外 他怎么样关心你是很重要 其实你妈 他也做了很正确的事情 他起码每天都有回来吗 回家 其实我妈妈是很很热爱家庭 他 他少了另外一半 可是他把他其他的心思 就放在家里 他就是照顾我 其实无为不至 是 不过因为安安很会赚钱 就刚刚讲到 那个赚钱的部分 理财了三十岁之前 把债都还完 而且还买了房子 对 还付了头期款 这个房子是跟老公一起买的 还是跟买妈妈的 是跟老公一起买的 因为妈妈自己有房子 也因为妈妈有房子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 在做什么债务协商 就是都 都有点困难 因为他自己有房产 虽然要付房贷 所以那时候就是 变得实打实的 得这样就是付那么多钱 就也许可能 就是把房子 多弄点房贷 先还给银行 对之类的 那可是我跟我老公是 其实我跟他认识 大概时间才一年多 那时候就觉得 彼此是对的 你要结婚 可是我觉得 你认识你老公 我又有跟你讲过 之前有人朋友 介绍我去相亲 然后那个男生 第一句话就问我说 你会不会做木工 做木工 因为你知道国外啊 住在国外的那种宅男 回来相亲 他可能会考虑到很实际 他比如说 可能我的房子是house啊 那你要自己修缮 你可能要去组柜子啊 等等 我会耶 可是你就会觉得OK 那像你老公第一次见到 你就跟你说 他问我的收入 收入多少 其实这个人没有礼貌 你居然没有翻脸就走了 我不但没有翻脸 而且我还就是傻乎乎的 就跟他讨论一下 然后他还把他的薪水报价 我觉得他蛮有诚意 他有一个ECL 他真的是一个工程师个性 他自己做一个聚集 然后就是按一个control加什么键 他就啊精算出来 你看我每个月的收入 我就想说 因为有连那个奖金什么 他就平均他收入多少 对对对 他我就想说 这个人不是这么没礼貌 单纯打听 他好像想要跟你有点什么未来 其实他不会问话 因为比较宅 他只好问 很难聊天 因为他总不能说 小姐你在哪里挑染 搞不好宅男都不知道 头发是挑染 他搞不好觉得说 你头发怎么黄黄的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上上个月 我好多人讲那个头发 然后隔了一个多月之后 因为我还发动态 我跟大家说染头发 下面当然 那个朋友一定会在那边讲说 好好看 我老公过了一个月之后 他开车开车班转头 问我说 你怎么头发这么黄 我说我上个月然 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 七月份的时候 所以他根本 鬼月吧 他就是不会去在意 女生的外表 但是他很在意实际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真的很适合 因为两个都是在 这个比较半导体的行业 他真的遇到别人 没有要跟他 继续第二场约会 所以他就是第一次 问你年薪多少 第一次见面 然后第二次就把他的报表 给你看说他的薪水多少 他就带那个 那时候手机还没有 智慧型手机 他就说 就是我带Notebook 你看一下 我想说要看什么 看他的收入就对 他就拉一个表给我看 然后在交往过程当中 甚至连拍婚纱照 他都要把他最爱的车子 拍得比较大 比他人还大 对他就说 那个我一定要开车上去 因为我们在台中 然后我找了蜘蛛婚纱 他是在台北 你知道就是道具这么大一个 我还蛮要开上去 那时候我也有车 他也有车 然后他就说 我们一人开一台 把我们两车一起入镜 然后那摄影师就一直阻止我 就是说 这样不太好吧 主角应该是你 很有趣 所以其实就是有趣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每个人也有跟另外一半相处的过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听看 另外一个酸辣汤 其实在跟先生 跟小孩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马上回来 I like eating sound I like radio 洁净文化所出版的 来一碗人生酸辣汤 那现场是作者王云安安安 那来一碗人生酸辣汤 是他的第二本书 第一本就是 我是一个少奶奶 少奶奶的那个奶奶 那他在35岁的时候呢 在乞奶的过程当中 知道自己罹患了三阴性乳癌 那其中呢 他有分享 他一面化疗 一面照顾两个小孩 一面还房贷 一面上班 然后就是 就病也好了 然后小孩也长大了 然后 房贷也还完了 房贷也还完了 老公也还在 对对对 老公还在 这件事还蛮重要 我们在上个节 小时节目当中 讲到你先生 就是那种 真的是很宅的宅男 他很实际 他问你收入多少 第一次见面 就问你收入多少 他很直到第一 然后甚至问你的手 说你跟他手 两个人是一样大的 他那时候 就是抓着我的手啊 我以为他是要 就是调戏我什么 第一次约会 他不是 第一次约会吗 大概第二次约会 就抓你的手了 他就抓着我的手 然后就是跟他 叠在一起 他就说 我们两个手 这样长得一样 他就跟你握手 感觉好恶心 然后在摸自己的手 然后我想说 你是要调戏我 还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 让人家开心不起来 就被摸之后 还被酸两句 但是即便是这样啊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男生啊 很妙 因为凡事啊 一体都是两面 这个人如果木娜 他也许就不会有 其他的坏习惯 是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好吧 如果我可以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 直来直往的 就是也许他 比较不会有 其他花药 回到了就是 你小的时候 你没有看过爸爸 都是从阿姨 舅舅口中听到 知道爸爸是一个 很帅 然后很花 对 比较会跟传播界的 这个艺人 或者是说 就是很多女朋友 等等 爱玩 那会不会是因为 爸爸这个形象 跟你去挑男朋友 其实你就是 不想要挑那种 你觉得可能是 巧言令色 或说会讲话 你反而觉得 这样的男生好 你老公好 会不会这样 其实还好 前一世会不会有这样子 我有看脸 还是有看脸 有我看脸 就是因为 毕竟朝夕相处 他长得还不错 其实我老公 他是一个很秀气的男生 然后所以他还蛮符合我的审美 只是说 蛮多人都会觉得 你老公很小只 因为老公其实跟我差不多高 我还可以抱起他来 就是他有多少只 就是你的衣服 他都可以穿就对了 其实我们几乎可以互穿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这不符合一个 伟案的老公的形象 会觉得这样子的男生 其实很吃亏 可是我觉得 他的正直 这件事情很打动我 因为我老公是一个 如果我做一点坏事 他就严厉训斥我的人 所以我就说每一个人 就是有自己喜欢的男生 自己喜欢女生 也许你会觉得 有些人觉得我好女性化 或者说有的妈妈说 你看你怎么那么不女性化 没有人喜欢你 就有人 你就会找到 适合你能够另外一半 讲到你赚钱的功力 很厉害 因为你以前从小 就是被钱追着跑 甚至你到了美国 去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在协商债务了 可是你还是在美国 可以一面子 就去买一些coach啊 赚钱 赚外快 去outlet买一些 就是当时台湾喜欢 因为大概十几年前 那时候coach 在台湾还蛮红的 我就带一些 譬如说他的小钥匙圈 他那时候有那种 字母的那种 就是皮绳那种的 然后小包包啊 对小零钱包 这种东西在outlet都 非常非常的便宜 可是在台湾 就是销路还不错 我有时候也会 就是买一些 就是小东西 然后回来送给 我们的行政秘书啊 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我自己也会同时 就是做外快 就是拿回来的 就是买掉 现在叫代购 以前没有那个名字 以前就单纯的就是 自己想要赚一点零用钱 很棒啊 而且你 我觉得你超厉害的 就是从旧金山机场 开到Fremont嘛 对不对 就是租一个车子 而且那时候我还很年轻 我才刚毕业没多久 嘿年轻 只有还年轻 才会这样做 对就还很充的时候 对这个赚了 真的是不少钱 那刚刚讲到 就是说 先生的浪漫 跟不浪漫处 或者是说 我们觉得说 哇你老公怎么这样 他到底有做过 什么浪漫的事情 我总记得 你上一次 有跟我讲过 你的爱占的时候 你先说 你先说 房贷怎么办 是不是 对他在车上的时候 就是问我说 房贷怎么办 可是他当天半夜 哭得稀里花啦 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所以他会先想到 理性的部分 但是他可能 过几个小时 就反应糊很长 过几个小时 突然发现 哎呦 我老婆比较重要 所以他哭得稀里花啦 可是这样子的直男 不是不浪漫 而是他 对你很好 对你的女儿很好 把你的家照顾得很好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给我满满的安全感 我相信这应该是 他能够表达浪漫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跟我老公相处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像我们就不会去在意 说一定要过节 或是怎样 对 我不是太在意这些的人 那我要什么 我就会自己买 我也不会等一整天 就想说 他会买给我什么的 你知道我这三年啊 才开始尝试的过生日 因为我以前 不太喜欢过生日的原因 是因为我跟我妹妹 差一年同月同日 然后我们记得 我们每年都是买一个蛋糕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过生日好无聊 就唱唱歌以后 就切个蛋糕就吃嘛 那我也不喜欢收到花 因为我觉得 花就放在 那个就好好 你收到 因为可能我们有 常常演出的关系 比如说可能 有一些活动 不是就会有很多花 对很多花 那就很难处理嘛 然后香水百合 我们家狗又会过敏 你知道吗 我到后来才慢慢学到说 啊生活 就是你不重视生日 或什么节日 有些人会重视 所以我有时候会 为了要融入社会 你知道 我觉得我是边缘 因为这是心意 对 人家的心意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不重视节日也蛮好的啦 就是实实在在过生活 听众啦 就是如果跟对方 讲好事这样 就OK没关系 可是小朋友 我还是会帮他过生 因为他们会很开心 所以我会 这个人在乎什么 我会给他 他最在乎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相处起来 比较简单 那就是小 先生对你就是很 就是很好 很多蛇 但是也很好 很多蛇 但他对孩子是不一样的 他对孩子是非常非常重的 他真的是前世的情人 好可怕 就是两个小朋友啊 就是吵闹啊 乱翻啊 东西什么都可以 我记得我们刚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以前手摇杯 不是如果你喝冰的 外面都会冒汗 会滴水嘛 然后我放在他的车子杯架 他就是说你可以拿一张卫生纸包起来吗 因为他不喜欢他的杯架有水渍 可是我女儿在车上吃东西没有关系哦 所以你看这差别待遇这么大 因为他是一个很爱吃 很有洁癖的人 他很疼爱他的宝贝车 所以在这种两厢比较下来 你就会觉得他对女儿好好 竟然可以吃东西 我觉得男生对于车的执着 真的很受不了 很神秘耶 你知道吗 就有时候你去 不过说实话 你有时候去坐这个车 你就知道是男生用的 对还是女生 如果你走进这个车子 发小杂物 有鞋子啦 有围巾啊 有一个小香水唇膏 很多女生 很多男生的车子就是很干净 没有杂物的 我老公就是这样 他的车子就是 不管买多久买多少年 就会一目了然 我老公上个礼拜有一天12点半 说要下去 穿一条短裤 我说你 因为他很喜欢去拍照 我说 你要带手机哦 因为你如果真的拍照失足 失点 真的有时候他味道顶了 我很害怕 因为你知道拍照的人 比较危险的地方 就他不是拿着相机 他拿什么 吸尘器 拿吸尘器 他说他发现车上有饼干屑 他要去吸是不是 他没办法睡觉 睡不着 所以你说 男生跟女生 真的是差很多 差很多 他们在意的地方很不一样 尤其是对车 所以其实你对于人生 对于孩子 然后对于妈妈 对于老公这部分 都是很棒的 我们先来谈谈 你跟孩子的相处 听说你是虎妈 我比较少 因为跟我一样 因为没办法 因为我老公他 他现在继承了我之前的工作模式 他大部分都在外地 我们现在是假日夫妻 所以平常跟小孩相处最多 而且他其实主要工作来源者 收入来源者 我现在都不敢啰嗦他 因为在我发迹之前 他要帮我cover这一段 我常常就跟他讲说 你看李安的老婆 都撑他19年 他都说可是你是李安吗 我说你不要对我 那么没信心 但是这一段时间 真的是靠他 他很辛苦在外地工作 所以平常小孩 是我自己在 就是跟他们相处 所以一定要胡吗 否则没有办法 有规则 压制不住他们 是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来谈谈 马上回来 来一碗人生酸辣汤 王云安的第二本书 那安安在这本书当中 谈到了他对于金钱的一些想法 跟他金钱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呢 他谈到了保险 这可能他就是个人的一些 那现在因为保险 其实蛮贵的 还好你之前 保险很贵 你之前有买了 对不对 我是大概十几年前 因为妈妈都在教会 妈妈是天主教 所以教会总是会有一些 阿姨们 对叔叔阿姨们 就是想要增加课约 所以他们都会人情 就是买一点 我那时候也是因为人情买一下 我觉得还好有买 对 因为当时也不知道 保险其实是 还蛮昂贵的东西 我就是跟他说 我现在能够付 就一年就三万多块 你帮我配一下 我也不是很清楚买什么 还好他有帮我买一个癌症型 我立刻用到 觉得还蛮lucky的 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讲 就是说人生当中 是很难讲 对 不过刚刚讲到的 就是对于老公 对于妈妈 妈妈现在等于是享福了嘛 还有在上班吗 妈妈已经退休 因为妈妈已经66岁了 所以她已经就退休了 很开心吧 可是我还蛮担心她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 就是退休金很难cover 就是这么漫长的人生 因为你现在才66岁 可能会活到八九十岁 所以我还蛮怕 就是她一时间 无法习惯 就是花钱 你看我到这把年纪 还在担心她 但是她也很担心我 因为她看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互相担心 但她还是很宠孙女 她非常宠孙女 因为对她来讲 你或者是孙女 就是她的全部嘛 而且我小时候不太撒娇 可是我女儿非常非常会撒娇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面 弥补了她 没有从我这边得到的 一些亲子的那种 那种黏腻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喜欢撒娇呢 个性使然吗 其实我是双鱼座 理论上我是一个浪漫 对 可是可能是因为小时候 看过太多大人的脸色 那这种脸色未必是好或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还蛮会查年关系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的生长经历的关系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会觉得 会不自觉的想要讨好大人 讨好大人 大人说我乖 也许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那不一定是物质 也许是一个讨拍 我也会觉得很有安全感等等的 所以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不太会用真实的情绪 也不会任性 我也不会说撒娇或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对象 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从小就还蛮理智的 蛮好的啊 因为你很诚实的面对自己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真的任性跟撒娇 就是有对象承受包容你才可以做 可是这个还蛮可悲 表示我没有对象嘛 所以我才会从小养成 就是比较硬一点的性格 也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个性的使然 是应该跟环境有关 可能跟天生的个性没有关 那回到了就是孩子的部分 我知道你孩子还没有念小学的时候 你就教导他们要自己穿尿布 自己刷牙 自己上床 对大的现在五岁多 他大概从中班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穿尿布 酷型的纸尿裤 就睡觉的时候 那衣服也是 刷牙也是 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 妈妈偷懒 因为有懒妈妈才会有 倾劳的小孩 对可是小孩还是蛮听话的 不会去打婚 像我女儿就很打婚 这样去刷牙 就搞很久 会啊 也是会 我想要骂她 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容易扫瞎 要保护我的喉咙 所以有时候我都硬是忍下来 我就想我就看你什么时候会把这件事情做完 我常常都跟她讲说 你知道你妈说话是算钱的吗 我花那么多时间要骂你 然后伤了我的喉咙 我得要怎么配音 对就是不要挡妈妈财路 对对对 那可是他们两个就是 也有自己的规则 尤其是两个姐妹这样相处 反而会带得更轻松吧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 就是江湖谣传说 你要生两个三个 他们玩在一起 这样就不用一个事了 因为你要生第三个 你才会知道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因为本来一个都乖乖的 另外一个放学回来 就可怕 吵架拉扯 打架 妈妈妈妈 就开始有争相的那边争虫啊 不然叫你去注意她 然后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完全没有办法下班的服务生 回家之后 妈妈我要喝鲜乳 妈妈我要吃水果 妈妈我要 一直妈妈妈妈 然后就是一直那个 就是那个 任务 任务一直没有办法消除她 对啊真的啊 好忙哦 就一直没办法下班 我就想说 其实有两个啊 是加倍辛苦 到底是谁说会比较轻松 我女儿那天在洗澡 然后我想说终于可以在客厅啊 就是 看一下电视 刚刚坐下来 因为其实她洗澡我也很注意 我很怕 等一下花到什么的 对 她说妈妈 然后我就问她干嘛 她叫我帮她拿毛巾 可以不要理她吗 她只要站起来 哦就是 从浴缸 因为我们家是浴缸 后头的 她就扶着 因为她也够高了 跨出来 就拿到了毛巾 怎么那么近 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跟她说 就是妈妈没有办法 没有妈妈进去了 骂她一顿 没有拿毛巾又走出来 最后她还不是说 那不是弄好了吗 所以啊 有的时候啊 当然我也走进去了 对 但进去之后发现 就是明明那么近 对我没有拿 我就说那么近 你自己出来拿就好 她说可是地板会湿 我说你擦完毛巾之后 我去拿抹布 把地板擦干 那妈妈又出去了 我觉得妈妈这样做得好 是不是 应该是要这样 但是因为公婆啊 还有我妈都不在的时候 对 你知道有时候 隔代就会说 哎呀你就帮她一下 有什么关系吗 对啊 我常常也是被 早辈说 小孩子就是这样啊 我好怕听到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一出来之后 小孩子就立刻 他们都很近 他们都知道 就是有长辈可以靠 他们就可以开始 耍赖偷懒 那其实你的人生 不断都是在跟钱 在奋斗 那有个目标 现在其实也在工作嘛 网路上工作 可是好像看似 也轻松了一些些 我不能这样讲啦 因为我自己也是妈 照顾小孩 是很花心思的 你会害怕吗 你心里头会有 不踏实的感觉吗 其实会耶 因为毕竟是一个 蛮热爱工作 热爱赚钱的 这个个性习惯 已经养成十几年了 然后突然要变成 在网路上创业 然后要离开 高薪工程师的工作 其实就是父辈受敌 就先不要说老公之不支持 光是我的家人 就会说天哪 你念了那么多年的书 你要因为这样子离开 你生病的时候 不是也在做吗 你怎么病好了 反而离开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变成说 我既然 因为我生病就是 所以你生病的时候在做 别人跟你说 你不要做了 对 他们就说 你生病的时候 你休息啊 可是你病好了 你没做了 他们又说 你为什么不做 大家觉得 对 大家搞得很获名其妙 可是我休息 不是为了要养身体 因为我觉得 身体这件事情呢 本来就是你 就是一点一点的 把不好的习惯改正 你慢慢养 可是你人生的规划 还是有 只是我刚好在35岁 遇到一个挑战 那我也不能很自私的说 我就要养病 我的房贷什么 就丢给老公 其实这样会对他 压力很大 我也是不忍心 所以我那时候硬是 撑着那个身体 把这个房贷还完之后 我就跟我老公说 其实我现在想要 做一些别的事情 可是这些事情 不一定立刻会有回报 但我还是想做做看 那我们两个说好 他就愿意支撑我两年 他就说两年之后 如果你还是没有起色的话 你要去加油站打工 去打工 加油站啊 他每次就是去加油站啊 就是大热天 不是都会有 现在加油站都会有 洗车服务或什么 二度就业妈妈 对他就说你看 你明年要在这里 所以说宅男幽默啦 对但是我觉得 他好像讲得很认真 害我自己也会不太喜 会害怕 就像刚刚你说的 就是离开这样子的一个舒适圈 怎么样去转换这个 其实我在书里有说 同温层这件事情很可怕 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久了 你享受这样子的高兴 享受这样子的消费 万一有一天没有这个公司 或者是半导体饱和了 或是iPhone以后不出下一代 那你怎么办呢 好像快出了 对吗 就是变成你要这样一直不停的 靠这些消耗性产品 可是万一如果真的小螺丝钉 有一天被公司就是 欸抛弃了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因为生病 我更有危机意识 那如果我那时候是50岁 我可能就算了啦 就是撑到退休 可是我那时候才35岁 所以我觉得我还有机会 可以做别的事情来创业看看 好所以除了创业之外 就是出书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本书 里头内容呢 不能一一的把它介绍完啊 你要去买书啊 来一碗人生的酸辣糖 谢谢安安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